郑云和方强之前就在一个微信群里 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没有聊过天 第一次见方强 在朋友组的一个饭局上 他正好坐在郑云旁边 郑云对他没有很特别的印象 他长得不丑但也不帅 就是大街上一抓一大把的那种 因为郑云到的比其他人晚 朋友起哄要罚他久 没想到的是 方强居然提出帮他喝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朋友坏笑着问方强 是不是对郑云有意思 方强说怜香西域是男人的本分 说不清为什么 听了他的话 郑云心里竟然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可要让他形容 他又说不出来 只是忽然觉得 有个男人愿意保护他 心里突然就生出了底气 和对生活的勇敢 那天郑云喝了不少酒 脑袋晕乎乎的 因为他家离饭店不远 他决定走路回去 朋友不放心张罗着要送他 方强主动说跟郑云顺路 还说保证把他平安送到家 那天方强不但把他送到了家 还把他送到了床上 还帮他脱光了衣服 具体怎么发生的郑云记不清了 总之在酒精和欲望的作用下 他和方强滚了床单 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 郑云看到旁边睡了个男人 他先是吓了一跳 等反应过来 他又觉得特别荒唐 自己连男人的全名都不知道 居然就这样跟他发生了一夜情 郑云觉得有点尴尬 正想着一会要怎么面对他 郑云翻了个身 结果他也醒了 他伸出胳膊来搂郑云 鬼使神差的他们又做了一次 郑云28岁了 虽然没有结婚 但恋爱也谈过很多次 他也明白 遇到喜欢的男人 上床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 又喝了酒 就算睡了 他也不会天真的要男人负责 更何况男人在床上挺卖力的 给了他不错的体验 洗脸时 郑云听到他给老婆打电话 说准备回家 问他老婆要吃什么早餐 他的语气挺温柔的 不知情的人 肯定会以为他是个顾家爱老婆的男人 方强有老婆 郑云丝毫不意外 毕竟他也三十出头了 郑云笑着问他 一晚上不回去 他老婆会不会生气 方强说头一天出门时跟老婆说了 如果喝多了就在朋友那里住 他老婆讨厌酒味 就算回去他也只能睡次卧 说完他穿上外套 给郑云打个招呼就走了 虽然那天方强加了郑云的微信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 被郑云定义成单纯的一夜情 没想过有什么后续 本以为郑云和方强之间的故事 就这么结束了 可后来郑云换了工作 跟他成了同行 偶尔会在微信上聊几句 问问他关于工作的事 有一天晚上 郑云在家喝啤酒 吃炸鸡 随手发了个朋友圈 方强很快给他私信说 自己也想喝 他没当回事 随口说那就来了 半个多小时后 方强真的敲响了郑云家的门 才来过一次 他居然就记住了 他带了些卤味 还有几罐啤酒 他们吃着喝着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最终双双滚倒在沙发上 那次比第一次还让人难忘记 郑云从来没发现 原来做爱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他只想一直躺在方强的怀抱里 只想一直和他的身体进行连接 十点多 方强说要回家 因为他老婆怀二胎了 郑云听了 就催他赶紧走 不要让老婆担心 但也就是那个瞬间 郑云清醒后觉得 他真不是什么好男人 老婆在那里辛苦给他怀二胎 他还出来乱搞 太没有责任感了 那之后 郑云陷入了一种很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 方强活得挺好的 每次做都让自己很享受 特别特别卖力 他说他对老婆做爱非常敷衍 但对郑云不一样 这一点让他很激动 毕竟谁都想做男人 那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因为方强的爱 郑云想和他一辈子这样做情人 永远不想分开 但是另一方面 郑云一想到他那样骗老婆 就觉得他很坏 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 他都可以这样对待 那自己这种 他怎么可能真心对自己好 郑云一边恨着他厌恶着他 一边又贪恋他的身体 这种分裂让郑云特别难过 半年瘦了十几斤 女人都会因为和一个男人做爱久了 就产生了爱 哪怕一开始并不爱 后来也会产生感情 动真心 最后郑云想了很久 觉得就把方强当成炮友也不错 自己不会奢望他的爱 也不会破坏他的家庭 他们各取所需就好 这可能是郑云唯一能说服自己 继续在这条关系上走下去的理由了 从他既是起 他爸妈就经常吵架 家里总是鸡飞狗跳 这导致他对婚姻有阴影 交过不少男朋友 却没有勇气结婚 方强老婆怀孕那些日子 郑云正好在空窗期 所以他也很高兴有方强的存在 反正他就是跟方强睡 管他人品怎么样 让郑云意外的是 方强居然每天在微信跟他聊天 嘘寒问暖 去哪里也跟他报备 方强说很喜欢他 想一辈子跟他在一起 方强的话郑云没放在心上 男人为了睡女人 说点甜言蜜语也很正常 要是他当了真 陷进去 那才是傻 后来方强老婆生了孩子 是个女孩 满足了他儿女双全的梦 郑云想着 自己和他之间应该慢慢就淡了 他会回归家庭 而郑云继续自己的人生 可方强老婆生完孩子的第二天 他就跑来找郑云 说他对郑云的爱不会改变 那一刻 郑云竟然有点感动 他说这段时间 一直陪老婆住院 生孩子 特别想郑云 他跟老婆找了借口 说要回家休息 方强紧紧地抱着郑云 郑云被他勒得喘不过气 那是郑云遇到过最紧的拥抱 似乎想把自己塞进他的身体里 那一晚他们做了七次 郑云真的从来没这样的体会 方强说他也没有 他们彻夜未眠 不停地亲吻拥抱 直到舌头累得酥麻 下体壮得生疼 最后他的小兄弟 软啪啪的再也没能站起来 天亮时分 他走了 郑云想着这一夜的疯狂 像做梦一样 方强走后 他坐在房间里 独自迷茫 之后 方强每周来找郑云两三次 除了他生理期 每次他们都会疯狂做爱 郑云以为他足够理智 他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方强不会离婚 他不会跟方强有未来 可是郑云忽略了 在理智的人 面对感情 都会有失控的时刻 跟方强接触的越多 见面的次数越多 郑云竟然慢慢对方强产生了依赖 见不到方强时 他会想方强 方强在家陪老婆孩子时 他心里会不平衡 郑云知道 他没有资格要求方强什么 所以 他没有把心里的委屈告诉方强 但方强是个很细心的人 说会抽时间多陪郑云 果然 之后方强几乎每天都会来找他 哪怕只是见一面 说几句话 慢慢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又有了新的变化 彼此就不那么宽容大度了 方强要陪老婆孩子 不能随叫随到 郑云会发脾气 身边有男人跟他是好 方强会不高兴 方强对郑云疑心很重 总觉得他单身 所以会跟任何男人在一起 方强喜欢检查他手机 有时他发了自拍照在朋友圈 方强会发私信骂他 说他就是想勾引男人 然后命令他把照片删掉 不在一起时 如果郑云回微信慢了 方强就会暴跳如雷 不停打电话 郑云也开始吃醋 他经常会问方强 有没有和老婆进行夫妻生活 每个节日 他都要求方强送的礼物 以给老婆的柜 这种消耗让他们的感情 变得和过去很不一样 大家都想把彼此往死里逼的节奏 郑云问过方强爱不爱他老婆 他说爱 所以才会跟老婆生两个孩子 郑云又问方强爱不爱他 方强依然说爱 所以才想每天都陪在他身边 方强还说他和自己老婆是不一样的 两个女人他都不行想伤害 只想快快乐乐跟他们在一起 郑云问过很多次 如果他老了怎么办 方强说他不要怀疑自己 只需要一心一意 和自己在一起就是了 郑云继续问 在一起多久 方强说一辈子 他想问方强 这样说是不是对他的承诺 方强说的让我一直跟他一起 是不是要养他到老的意思 可是方强现在并没为他花过什么钱 买过一些礼物 加起来也不到一万块钱 郑云看过有人科普说 男人都有多偶情结 也许方强就是这样的 他不再纠结 只想珍惜跟方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虽然郑云和方强之间见不得光 可他并不需要名分 只要方强用心陪他就好 他们方强的相处很轻松很愉快 方强很会隐瞒 他老婆丝毫没有发现郑云的存在 虽然是在别人的婚姻里分一杯羹 但郑云却很享受这种状态 他们之间出现分歧 是有一次他跟一个追他的男人吃饭 看电影 方强知道后很生气 打电话把那个男人骂了一顿 郑云也很生气 认为就是吃顿饭看个电影 方强还跟自己老婆没晚睡在一起 他也没说什么了 他又没嫁给方强 方强凭什么限制他的自由 郑云说他也要给方强老婆打电话 把他们的事都说出来 方强吓坏了 说都使他太冲动 但他生气也是因为爱郑云 受不了郑云跟别人在一起 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但郑云心里却有些看不起方强了 郑云觉得他没担当 还双标 他可以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不让郑云跟别的男人 有一丝暧昧 方强每次和他一起之后 都会说 他不准有其他男人 如果自己发现了 自己不会轻饶他 郑云现在的疑惑是 他很清楚自己离不开方强 但是方强是已婚的 而且家庭很稳定 他未婚 他始终在这段感情里面 没有安全感 郑云甚至想过要去找方强的老婆 想说出真相 可是郑云似乎也不想和方强结婚 因为他不是个忠诚的男人 觉得嫁给他 最后也是成了 第二个他老婆那样的可悲女人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